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我是Wang 歡迎回到狗屋地下城 模組生存 賞意回望就是因為 跟流浪商人買到了一個 超級厲害的幸運四鑽石稿 所以我立直來練我的挖掘等級 這樣我才能使用一個鑽石稿 經過努力的修煉之後 我們現在挖掘等級來到了 36等 只要再差4等 Wang就可以使用鑽石稿 並且可以來挖一些 黑曜石什麼的終於 可以來製作屬於我們自己的附魔台了 Wang就在上級結束之後私下掛網 又遭遇了好幾次哥布林妹妹 現在Wang有了 3組多的隨機礦物 可以攻門挖掘鏈等 我們現在就立刻 把這酷酷的隨機礦物 排排站安置好 打開我們的熟練度顯示 見證這奇蹟的一刻吧 我們開始挖掘 好的 Wang的挖掘等級現在 373839 40等 我們 終於 可以使用這個鑽石稿了 再順便把剛剛挖到的鐵礦還有晶圓礦 通通給哥布林妹妹賺一些 額外的外塊 挖礦熟練度 訓練完畢 Wang的心事已了 那今天這集呢 Wang想今天回歸我們上一集原本想做的事情齁 就是Wang獲得了 如此多的怪物掉落物 以及還從 隨機礦物裡面挖到了地獄詩音 我們就一起來看看 我們能用這些素材 再做什麼酷酷的裝備 來提升Wang各方面的能力素質 讓Wang能在這個 怪物有夠恐怖的世界 更好地生存下去這個樣子 以及Wang現在 多了這麼多隨機礦物 Wang想順便再來還一個很久以前的還債項目 在Wang還窮 初次跟哥布林妹妹購買隨機礦物的時候 我們就有說我們每300站 來送小白10顆的隨機礦 大家的戰術要求我們要來送小白 40顆的隨機礦 但40顆呢 我們上一集也知道了 是不足以讓一位玩家的挖礦熟練度 可以練到40等並且使用鑽石鎬的 因此Wang覺得 現在Wang這麼有錢了 我們應該再加碼一下 還請各位留給Wang 超過400站的喜歡 除了原本交給小白的40顆隨機礦物外 你們每超過400站喜歡 Wang就再多給小白 一整組的隨機礦物 讓小白的挖礦等級 可以再突破新高 其實Wang不確定小白 是不是已經可以用鑽石鎬了 如果大家有知道的話 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WangWang喔 WangWang就回到了家中 來跟各位好好分享一下 Wang發現我都可以多做出一些 什麼酷酷的道具 首先是我們之前這個磁力之界阿 Wang發現 它還有一個升級版叫轉位之界 它的能力是立即收集掉落物 所以跟之前這個磁力之界有什麼不同嗎 是範圍更廣嗎還是什麼之類的 我們就先來把它給做出來嗎 欸等一下 它裝甲的能力會消失不見耶 呃汪汪要思考一下 汪汪有一個鬼點子 我們先來久違的去小白家一趟 在小白家翻箱倒櫃一番 我看到了更多的磁力之界 而且是能力值比較弱的 我們就偷偷再跟小白拿一個磁力之界來做吧 來確認一下 我不要用這個裝甲的啦 好把這個轉位之界給做出來 看看它的能力 喔它是一個護衛的轉位之界 好疊加在一起的話 防禦力更高 來久違跟個田 比較一下這兩個戒指的能力吧 先不穿戒指的來跟田一下 啊地板上有好多掉落物 我們就穿上這一個磁力戒指 喔掉落物通通吸過來了 這回再試試看轉位之界的能力穿戴上來 喔這個是立即吸過來 而不是慢慢吸引過來的感覺 汪汪突然多了個想法 我們來進行進一步的實驗 我們先來把這個爛透了的雞蛋 丟到地下室 它會有一個光線後 我們就來穿上磁力戒指 喔這個爛透了的雞蛋 似乎很想吸到我身上 但是如果我不開這個門的話 欸有沒有看到 它是沒有辦法吸上來的 我們再次把這個爛透了的雞蛋 丟到地下室 現在我們穿上 轉位之界 喔哇 它直接隔牆吸過來欸 這轉位之界好屌 再來研究下一個酷腺小道具吧 汪發現這個模組包裡面 有一個非常眼熟的東西 叫崩解台 只要食音跟烈焰粉就可以製作出來 這個東西啊只需要做一個就好了 它的功能是 可以把一些昂貴的東西 或者是多餘的飾品 變成這個幽靈粉 這個幽靈粉就是製作飾品的必要材料齁 喔綠寶石可以轉換 那其他的呢 都是一些汪汪沒有的東西 沒有關係 打開汪汪的背包 拿出我超大量的綠寶石 把這個綠寶石直接 變成一組的幽靈粉 啊 那崩解台的話 它是不會被消耗掉的 那這個幽靈粉的話 我的印象中就是 搭配黃金就可以了 那我們就把它變成四個 再把黃金弄上來 我們現在有大量的輝煌硬幣 可以來看看要做什麼樣的飾品這樣 先來看看這個 黃金十字項鍊 受到傷害時可以延長玩家的無敵時間 感覺好像沒什麼 但這東西超屌 它的能力就是被怪物揍 兩秒內不會再受到第二次傷害 也就是說我們被怪物圍毆的話 我們不會馬上死掉 有機會逃跑這個樣子 只需要黃金跟線就可以了 把黃金的部分換成鐵 我們可以獲得罪惡的掉墜 這個東西需要升級齁 我們可以來做這種 爆石掉墜 吃東西速度會變得超快 或者是 用隨便一個頭顱加骨頭 我們可以獲得 憤怒掉墜 可以增加我們的攻擊傷害 再接下來這邊有一個魔鏡 可以直接把我們傳回出生點 而這個傳送藥水呢 我們之前逛海底城 又獲得它 最後則是汪覺得我最需要的東西 我需要一個氣球 我可以來增加我的跳躍高度 對其他人來說我可能沒什麼屁油 但是汪現在有四等級的二段跳血血 我這個二段跳在增加跳躍高度的話 不知道我們可以飛多遠 喔 而且剛剛聽到丁的那一聲 麻煩汪受到了傷害了 剛剛那個氣球 好像還可以來升級一下 搭配鐵簪 製作這個幸運馬提鐵的話 我們還可以來免疫衰弱傷害 只需要黃金 那大概就做這些視訊好了 我們就來 準備材料 掏出萌阿波裡面的西蘭菇桃 回到農場的地下倉庫來 掏出一些燉湯用的骨頭 還有部分的亞麻 特地來到對岸的村莊 翻牆入內尋找他們的圖書管理員 告知他們世界的真相 買到他們的玻璃心 我們就可以來 把亞麻給拉成線線 一些線線拿去捲羊毛 合成鐵磚 還有炫富的金磚 金磚上面掉線線 合成黃金石自駕 鐵磚上面掉線線 呃 只是稍微窮了點 不需要那麼罪惡嘛 在項鍊上面穿上骨頭 再搭配上一顆頭 如何合成憤怒的滿足項鍊 做個鏡子照照別人的玻璃心 買一顆氣球送給他 希望他好過一點 再做一個黃金馬蹄鐵 以免氣球飛走 最後找個鐵針來 大費周章的消耗食物等級 把一個黃金馬蹄鐵綁到氣球上 材料準備完畢 我們立刻來試試看這些飾品的威力 往往又在某處抓到了一隻長槍小扭扭 來揍我吧 哎呀好痛喔 哎呀好痛喔 哎唷真的好痛喔 天啊 現在我們再來穿上這個黃金吊墜 再來給這隻扭扭打一下試試看 揍一下之後呢 哎唷打第二下 時間是不是延遲了一下 稍微有一些可以逃脫的時間 對吧 如果真的落入一個很鳥的陷阱 無法逃脫 我們也可以嘗試用魔鏡 直接回家 我來到我的牧場了 最後再看看這個氣球可不可以讓 汪汪變得跳的跟飛的一樣 先來回顧一下 汪汪可以跳多高 我跳跳跳跳跳跳 這是汪汪大概跳的高度 現在再來 裝上這個氣球 我來 跳跳跳跳跳跳 哎唷 反正 跳高了兩倍 超級的高 看到那邊那棵高高的樹嗎 我跳跳跳跳跳跳 我直接跳上來了 我們再從這棵高高的樹 跳下去我跳跳跳跳跳跳 好我往下摔 我沒有受到任何傷害 那雖然我們現在已經跳的跟飛的一樣了 但汪汪還想再加點料 我們之前有獲得了一個很酷的附魔血血 它有著月球漫步的附魔 可以讓我們在空中的時候移動速度超級快 反正我們上一集那個二段跳的附魔 它是跟圖書館員購買的 我們可以無限擁有 那不如我們就來把這個月球漫步血血 再來弄個魔力提升 魔法保護 二段跳四等級 基本款的經驗修補 最後還有靈魂綁定好 這個鞋子完整了 我們穿上鞋鞋再來跳一遍 看到那邊那座島沒有 我直接跳個兩下 我就穿越它了 我再跳個幾下 我可能連一整片大海 都可以橫渡 王就飄到了 之前我逃離的這個小島來 我的移動速度超級快 我直接跳上了 魔法師小屋 再稍微舉個力 王王的跳到底能穿行多遠 我們先來跳上這棵樹 好站好囉 我跳我跳 往前飛 再繼續的多段跳 王王應該可以 直接飄到 我們之前不小心殺死村民的那個村莊 還不是直線距離 稍微彎一下 喔 我們可以再跳一下 說不定 我們就到小白家了 好嘞 那今天這一集王王就是用了 各式各樣的怪物 掉落物 還有視頻 讓我成功達成了 半永久性飛行的能力 很好 我現在 連我人飛到哪裡都不知道了 總之我飄在空中 我飄得很開心 我慢慢的往小白家的方向 飛去 那今天就這個樣子 留言說 喔哇小白你看天上有狗在飛耶 感謝各位收看 b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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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訂閱汪汪 大讚汪汪 通報鈴鐺 監視汪汪 覺得香香 記得分享 協助汪汪 煮點母湯 我這某種意義上也是被困在天上了吧 我們用鏡子 速速 回家